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个平凡的学生摇身一变 成为风靡全台的一个偶像歌手 他的成名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但是他准备好了吗 今天请欢迎这位 多才 多艺 但不多话的肖敬腾 过了二十岁的生日之后 他一戏之间 变成了人尽皆知的大明星 只要一开口 没有人能够忘记他的声音 他是最害羞的小王子肖敬腾 面对镜头总是一贯露出最腼腆的笑容 以及能够长达三秒钟的沉默 有谁能够想象这样温和的肖敬腾 青少年时期竟然是在街头徘徊 打架度日 而又是谁改变了他 让肖敬腾发现最喜爱的音乐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的小王子呢 热爱唱歌的肖敬腾 在爆红前便于各地展开驻唱生涯 而一戏成名的黑蜘蛛魔王 究竟又有哪些不同凡响的才艺呢 今天的沈充华Live Show 就要告诉大家 肖敬腾的神奇魔力 是如何让歌迷如痴如醉 而变成最受期待的新人王 肖敬腾又会拿出什么看家本领 回馈歌迷呢 不多话 但是身体语言还不错 一开始就要先送 送那个见面禮對不對 新专辑 这新专辑就是... 肖敬腾 同名专辑 这我也知道 对... 还满意吧 这个专辑 满意... 其实我今天再看到肖敬腾 我们是第二次碰面 对不对 上一次是什么还记得吗 你在什么 0204工作吗 不是 就是把爱传出去 把爱传出去 肖敬腾那天来担任这个 电话的义工 我觉得他还很认真耶 有的人可能就稍微来 對不對 可能很忙嘛 行程很忙 他只能打一下就走了 你那天打了多久 接了多久 我从开始到结束 掌声鼓励一下 很简单 因为我在当天 我也发现说肖敬腾点点 不太说话 但是呢 真的是从头到尾 都很认真的在打电话 对不对 对 有些人听到说 是肖敬腾接的电话 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反应的 特殊反应 其实都还好啦 都还好 还满镇定的 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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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问他们捐多少钱的时候 他们会偷偷加码吗 还好耶 还好 不要给人家这种压力 对不对 爱心 爱心是无价的 好 来 这个肖敬腾请坐 谢谢 我应该叫你敬腾吗 都可以... 都可以 老肖 你是... 如果叫敬腾 感觉这个名字就还满严肃的 對不對 肖邦啊 你们是肖邦的意思 就是专门支持肖敬腾的 这一帮人叫肖邦 对不对 肖敬腾 我第二次看到你 我觉得你有点改变了 真的吗 那么快啊 所以呢 所以我說 你的改变是不是也很快 因为一开始 你就是两年前嘛 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对你的说法就说 省话一哥 因为通常主持人拼了命 呕心立血 想要让他多讲一点 但他可能说 喔 对啊 对 没错 然后可能重复这样子 整个访问就过去了 今天这种惨状 应该不会发生吧 不会... 要多讲一点喔 好... 两个字 好 好 肖敬腾 你适应你自己成名 适应的情况如何 适应得非常好 好 其实喔 我觉得一个年轻人 有这样的机缘 他可以突然之间成为 万众主妹的对象 那感觉是 very good very good 听到了没有 这是英文 最近呢 肖敬腾呢 他很用功想要学英文 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很自然 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就对了 对 我以为他会讲right 那又是第二个字了 好 没关系 你尽量 如果你想讲就讲好不好 我们不用强迫 他适应得非常的好 所以... 可是你以前讲说 你最怕媒体耶 我没有怕啊 没有再怕的啦 是不是 还不是啦 就是 比較不习惯 不习惯 那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可以 那你为什么会怕媒体呢 你怕人家乱写呢 还是也不会 就是不习惯就是一直... 一直把焦点 一直问问题 但是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你好像跟我谈得 还满流畅的嘛 是 还不错 好 那有没有最不习惯的事情 最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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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习惯了 现在讲话还很有哲理耶 很了不起耶 最不习惯的也已经习惯了 对不对 其实你一开始 这种所谓的神话一哥 你会不会有点是 自我保护的成分 就是怕多说多错 不是啦 就是自己个性 因为 就是比较陌生的我都会这样 刚开始啦 小时候比较害羞吗 就是刚...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 陌生的环境 那现在对于这个演艺圈 已经慢慢了解了 对 还觉得蛮高兴的 很高兴 那你就是演艺圈里面 让你最happy的是什么事情 happy 第三个字 HAPPY 拜托...同学 你们这样标准太低了 HAPPY就可以这么多掌声了 开什么玩笑 你们拭目以待... 很happy 最happy的事情是什么 最happy就是 其实应该是我可以唱自己 属于自己的歌啦 对啊... 做了自己的专辑 像你这次的专辑里面 对不对 你好像选歌 也花了一些心思啊 很难吗 选歌很...很难 因为太多太棒的歌 对 那你最后的这个 怎么个选法 就是挑最棒的 最棒的 最棒里面的最棒 the best of the best 就对了 Yes 你看他对答如流 很不错呢 其实对于肖敬腾来说 当然我觉得他因为迅速成名 你可能要适应啦 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他适应得很好 因为我相信包括他的歌迷 包括他的唱片公司 或者是一般的观众 对你其实都是很支持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应该要很珍惜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自己很lucky 对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幸福 幸福啊 对 幸福 对 幸福 但是呢 我是刚才说到 他面对的呢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 因为他现在还是在 半工半读的阶段嘛 对 对不对 你现在是在 清明技术学院 二季 对不对 对 然后你是一年级吗 一年级 一年级 那你怎么样兼顾 学业跟工作呢 就是有空就去了 有空去哪里 就有库地时间去 但是有时候太忙 有空去上学一下这样子 有时候太忙 是工作还是就是 你这句话给老师听到 我看 不是啦 有一点危险 不是啦 固定会去 固定会去 但是不一定是 课会掉来掉去 但是课会掉来掉去 对不对 这一点我就听不太懂了 课会掉来掉去 但是可能是礼拜三 可能你是礼拜六 礼拜一这样子 不一定 不一定的 那同学会不会觉得说 班上有个大明星 会不会对你好像另眼看待 不会 不会啊 那你在班上还很愉快吗 班上很愉快 为什么讲的怪怪的 没有啊 没有喔 那班上的女生 应该会非常的仰慕你吧 没有啦 没有喔 班上有没有班队跟你 班队是男女朋友的意思 对 有这么一点意思 是我 你说我 对 你啊 我说你啊 我没有 没有 这件事情很严重吗 没有 一定要大声地否认 对不对 这叫事情大掉就对了 所以一定要大声地否认 但是跟同学相处还很不错 可以 那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 又要兼顾学业又要唱歌 好像会有点辛苦 对啊 辛苦 真的啊 因为学校是在苗栗 在苗栗 对 那大部分的工作的机会 都是在台北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有空 整个台湾 整个台湾 对... 没错... 他现在你看看 事业多么宽广 事业做得很大 整个台湾都是他的工作地点 那老师呢 会不会有老师 会故意特别为难你 故意特别盯着 肖敬腾今天有没有来上课 要写功课啊 要写功课啊 那你都会写吧 会... 那我知道就是说 事实上你在这个 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在那个民歌西餐厅助唱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一开始在那么 好像十六七岁吗 十七八岁 十七八岁 我也不过少了一而已 十六七我十七八嘛 对不对 十七八岁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时候想要去 西餐厅助唱 其实就是 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唱歌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歌唱有兴趣了 而且我觉得你那个时候 也是以全台湾为工作地点 因为你不只是在台... 没有那么大 北台湾 差不多 而且很特别的是呢 在这些不同的城市里面 来这个走唱 不是说走唱 肖敬腾他的交通工具 那个时候是 摩托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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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拼子就难一点咯 好 肖敬腾打架不问理由 连自己哥哥都不放过 青少年时期呢 都好像喜欢打架 爱打架啦 爱打架 可是打架怎么有个理由啊 其实打架就是没有理由 那你们两个彼此也会打吗 有 他会拿武器 然后很...随手拿钓鱼竿 好 他拿钓鱼竿 那你呢 赤手空拳啊 他都只喜欢飞踢 而且很特别的是呢 在这些不同的城市里面 来这个走唱 不是说走唱啦 肖敬腾他的交通工具 那个时候是 摩托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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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骰要拼子就难一点咯 好...算了... 摩托骰 会念就不错了 好 OK 好 所以你就是机车歌手 对 机车歌手 因为他那个时候年轻嘛 就是一部机车 吐整个北台湾就对了啦 而且很特别的是 他还把他的琴啊 放在摩托车上 对 把你的触摩托骰 就怎么绑 怎么弄 不用绑啊 就放着 那他不会掉下去 会掉 是啊 那怎么办 所以要小心 对不对 因为骑机车 还要怕你的触摩托骰 会掉下去 所以也是满辛苦的 但是唱得也很高兴 高兴 但是当然啦 就是他自从这个 上了这个超级星光大道之后呢 你那个薪姿 就是歌唱酬劳 就水涨船高了嘛 涨了大概几倍 好像有...就是有涨 但是我没有去注意了 你也无所谓吗 没关系 没关系啊 这么好啊 但是... 但是我知道你在最后一次 就是助唱的时候 心情还蛮复杂的 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个时候你要专心 就是说进入演艺圈 然后你可能出书啦 然后你要发片啦 所以就没有办法 在西餐厅助唱了吧 那天的心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心情喔 就是又很...就很开心 又...就是很舍不得 开心的是 开心就是要起飞了 要起飞了 真的 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起飞的点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机会 然后舍不得的是 就是那一个环境啊 跟同事 跟好朋友 对 可是好像在助唱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惊险的场面耶 有啊 有啊 什么场面 就打架 不是我喔 不是你 你在上面唱 对... 然后有人在下面打架 那怎么办呢 就是静止啊 静止 就停下来 你停下来 然后呢 看加打 你也不能假装看得到 对啊 就是还满爱看的就对了 也不知道 因为太近距离非常紧啊 也没有办法不看 那会害怕吗 就怕扫到你之类的 一开始吓一跳 后来其实就是 他们就把人带走了 OK 好 这是肖静腾 他其实在正式进入这个 电视演艺圈之前呢 其实有还满长一段的这个 在西餐厅铸唱的这个岁月 我今天看到肖静腾 我觉得其实他整个的造型 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你自己应该很喜欢嘛 因为你其实念的是 化妆品应用管理 对 应用管理 所以其实整个造型 对不对 美学也是在学习的一部分嘛 对 这个造型是你自己的意见呢 还是你有另外的造型 是帮你打理 我有专业的造型师帮我打理 那你还可以接受吗 可以 非常棒 对不对 非常棒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 上电视的样子吗 记得... 各位同学还记得吧 记得 好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这个肖静腾第一次 出现在全国观众眼前的 样子是什么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 放这一段VCR 怎么样 好帅喔 这是... 这个是第二个 帅 再来还有一个第三个 第三个 一向对于造型 特别讲究的肖静腾 美美出场 总是令观众刮目相看 而在星光大道 担任PK魔王时期 前后三个发型 超酷蓬蓬髮拉头 帅气辫子头 以及轻心短发造型 都在踏上舞台的一瞬间 引发台上台下的热烈讨论 也成为肖静腾的强烈特色之一 就是上天给我为敌 我也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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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青少年时期 肖静腾对于自我造型 乖乖学院风 日本世界上的热烈特色之一 我愿意 而在青少年时期 肖静腾对于自我造型 当然也不马虎 乖乖学院风 日本视觉系 对于肖静腾来说都不是问题 因为任何造型到了他身上 就成了独树一格的肖静腾风 而在正式出道之后 肖静腾的王子形象逐渐成立 在造型方面 当然也随着偶像身份改变了 其实看得出来 你这三个都非常不一样 这三个发型非常的不一样 你最喜欢哪一个 都喜欢 那你现在这个发型又不一样了 对 不一样 然后你把它染成黑色的吗 黑色了 原来是咖啡色 对 好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第一段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看到肖静腾 他真的也慢慢融入了演艺圈 也很享受 他现在他的歌声被很多人喜欢 这是非常棒的 所以呢我想应该听听 你的专辑里面的新歌吧 好啊 答应得很爽快 现在先唱哪一首 奋不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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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肖静腾 当我放开你的手 如果有点震动 不是发动 我 我有我的生命爱你 不让天锐的心情伤害你 不懂谱言成余的缘 我吼你 往往爱不尽证谕 我有我的生命爱你 忘记自己别逃不留情 愛一個人本不悄悄 幸福也覺得我 平靜穿過巨大的傷口 我找到當時的溫柔 有心有衷就算收穫 我從不再過心頭 我有我的生命愛你 不要尖銳的事情傷害你 不懂花雲秋雨的人 我愛你 往往來不及證明 我有我的生命愛你 忘記自己的靠不留情 愛一個人本不悄悄 幸福也覺得我 平靜穿過巨大的心 因為我願意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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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覺得聽蕭敬騰的歌 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在歌聲裡面非常強烈的 那種情感跟感染力 真的非常好聽 等一下廣告回來之後呢 我們要邀請蕭敬騰的哥哥 來談一談蕭敬騰 叛逆的年少 馬上要錯過 沈舟豪Live Show 蕭敬騰抓狂打女生 見血哭訴 媽媽找上門 你為什麼打那個女生 因為她一直抓我頭髮 結果不讓我走啊 後來我就說再不放我 我就要打妳 你有事先提出警告就對了 然後我就數到3啊 後來我數3 我數3我就打啊 打她肚子 打... 而且我用全力 你用盡全力啊 因為後來她媽媽 就來學校說 她上廁所留學 真的嚴重啊 對 誰最能夠見證蕭敬騰的 年少輕狂的歲月呢 我們來歡迎蕭百成 蕭海 女弟弟蕭敬騰 感情超好的蕭百成 也是蕭敬騰在音樂路上的 超級好兄弟 兩人從小溺在一起 個性都調皮的兄弟倆 一起經歷了年少輕狂的叛逆歲月 天天吵架 打架的爆笑趣事一羅框 除此之外蕭百成 與蕭敬騰兄弟倆 更不約而同走上音樂路 曾經和組樂團共同演出 擔任吉他手的蕭百成 演奏技巧十分了得 今天的節目當中 蕭家兄弟首度幕前同台 哥哥蕭百成 會告訴大家什麼 蕭敬騰不為人知的小秘密呢 差一歲 你叫蕭海嘛 對不對 為什麼你的造型比他還講究呢 你也是演藝圈的人嗎 不是 他是藝術家 那就對了 弟弟不錯嘛 還會幫哥哥講是藝術家 應該的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看起來不太熟 是怎麼一回事啊 他是你哥哥沒錯吧 加油 加油... 其實我知道這對兄弟喔 他們從小到大 因為一起生活嘛 然後彼此是 在年少的歲月裡面的 都好像... 小時候都很叛逆對不對 對 哥哥也是嗎 稍微 稍微 你比較叛逆還是蕭敬騰 比較叛逆 讓他說好了 你不要客氣啊 這誰 小時候哥哥都帶弟弟啊 我覺得現在蕭敬騰很會講話耶 我本來以為他自己 就懶在身上說 對啦...我比較叛逆啦 怎樣 結果他居然說都是哥哥帶弟弟 他覺得是你帶他 他才叛逆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聽起來好像是這樣 好 來...兄弟倆請坐 兄弟倆請坐... 那哥哥的造型 你個人覺得還滿意嗎 他一直都是非常...非常... 就很炫 很炫耶 但是兄弟兩個 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不是年輕的時候 年少的時候 青少年時期呢 都好像喜歡打架 有這回事嗎 愛打架啦 愛打架 可是打架總共有個理由啊 其實打架就是沒有理由 好啦 現在我們知道 為什麼很多年輕人 會惹出很多麻煩了 因為呢 有理由當然要打 沒理由也照打 那這就累了 爸爸媽媽很辛苦吧 辛苦... 那怎麼辦 爸爸媽媽會不會 嚴格的處罰你們 會 會喔 你們兩個彼此也會打嗎 有 那誰受的傷害比較大一點 Me 用瘦格耶 蜜耶 這完全正確耶 為什麼你受的傷害比較大 因為我比較瘦弱啊 可是我看哥哥比較瘦耶 小時候我矮他很多啊 小時候身形比較矮小 那哥哥呢 你下手還算重嗎 還好啊 下手沒有很重 對啊 他會拿...他會拿武器 這個老哥這下子也豁出去了 他就爆料說呢 弟弟會拿武器 他都拿什麼武器 你不要怕 你講出來 沒有 爸爸以前喜歡釣魚 他會隨手拿釣魚桿 好 他拿釣魚桿 那你呢 赤手空拳啊 對啊...我... 他都是喜歡飛梯跟... 跟飛拳 你記憶還很深刻喔 飛梯很厲害嗎 他非常得意他的飛梯跟飛梯 其實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小時候呢 兄弟兩個的照片 這個... 這個是誰啊 這個是誰 這個是我 這個是蕭敬騰啊 對 這是我 完全看不出來一點點 現在的痕跡 然後這個是兄弟兩個 前面是我 後面是... 哥哥 這個呢 這張介紹一下 這是全家福 爸爸是... 穿皮衣那一個 爸爸也很有型啦 那怎麼辦呢 媽媽在哪裡 在玩著爸爸的手那一位 然後你們兄弟倆在前面嘛 那兩個是不是 對...我是最矮的那一個 他那一個灰色夾克 你們還有一個姊姊 對... 後面還有一個大哥喔 你們家總共有四個小孩啊 對... 那你們兩個是比較叛逆的 應該其實叛逆都... 都有啦 你的姊姊說不要把我拖下水 我哪裡有叛逆 其實小時候都是姊姊帶兩... 那蕭敬騰很有趣喔 就是你的意思是 你們一家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 就對了 意思是這樣子啊 其實蕭敬騰呢 他有講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呢 還打了一個學姐 這個你自己講好了 打...沒有 不是學姐 就是別班的同學 打別班的同學 小時候 小六的時候嘛 為什麼 小... 小幾 就小孩的時候 小孩的時候 二 三年級的時候 很小 OK 你為什麼打那個女生 因為她一直抓我頭髮 她幹嘛莫名其妙抓你頭髮 她就抓住我頭髮 就不讓我走啊 是 表示說 因為那時候 小時候我很矮啊 然後女生都比較高 對...沒錯 然後她就抓... 她就抓住我 我就不能動啦 我就叫她放開 再也不放開 因為我叫她放開很多次 她都不放開 後來我就說 再不放我就要打你 你有事先提出警告就對了 對 她放了沒 還不放 她不放 結果呢 然後我就數到三啊 後來我數三 我數三我就打啊 你就... 打他打你啊 我打他肚子 打... 而且我用全力 你用盡全力啊 你的意思是說 我已經警告好幾遍了 對 可是我那時候我錯了 你錯了 可是那時候小孩子 對 還是不懂事啦 因為她抓住你的頭髮嘛 對不對 結果這個女生有怎麼樣 有受傷嗎 她就隔天後來她媽媽 就來學校說 她上廁所有血 真的嚴重啊 對 是因為你打的 還是因為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對 可是我想應該是我打的 OK 因為我那時候全非常用力 OK 但是你後來就是說 人家的媽媽就說 好像女兒受傷了 就心裡就後悔了對不對 對 後悔但是也很奇怪 好像到了國中還在打 但是不打女生 打誰呢 不會打女生 打... 哪一個人接話說打男生 就是愛打架啦 OK 那哥哥呢 哥哥 我想什麼都打喔 我覺得 我覺得蕭敬騰 很會放哥哥冷箭耶 但哥哥還沒開口講話 你知道嗎 他就幫他補了一槍 怎麼樣 哥哥有沒有什麼要反駁的地方 我沒打過女人 他的意思是還是覺得 你沒要打那個女生 對 那個女生他現在會記得嗎 你記得 我覺得他應該記得我 真的啊 對 我也記得他 因為我真的是 很抱歉對不對 那不錯啦 你總是還是知過能改 還是滿好的 不過我知道就是說 因為那一陣子其實 因為你也無心在課業上嘛 對不對 所以偶爾就會闖一些事情 等等的 所以你就提出一些要求 跟爸爸媽媽說 要不要讓我去打桌球啦 對 或者去學音樂啦 那得到的答案呢 哥哥你知道嗎 大部分都不是很贊成 都不贊成 對 為什麼不贊成 不清楚耶 他們好像比較希望我們念書 那是可以想像的啦 父母親當然希望就是說 你們基本要把功課顧好 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你那個時候 還是有爭取到一件事情 就是去學打乒乓有沒有學 沒有學 沒有學 對 就是跟家人要求 但是還是沒有學 還是沒有學 可是為什麼你對打乒乓球 特別感興趣 去國小 因為很多朋友一起 一起約說要參加桌球隊 那你當時有參加了嗎 沒有參加 我當時我朋友都參加 OK 好 我們今天特地幫你準備了一副桌球拍 OK 你看到了吧 那問題是我沒有桌球的桌子 然後有一顆球 那你可以表演一下嗎 盡你的可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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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啊 最怕老爸跑學校 愛得過肩摔 蕭敬騰吃不消 接到老師的通知以後對不對 爸爸到學校去通常 他又做一件事 過肩摔哪裡 摔誰啊 當然是摔我或他 我就知道他有沒有被摔啦 真的 那你好慘耶 我好慘 真的啊 問題是我沒有那個桌球的桌子 然後有一顆球 那你可以表演一下嗎 盡你的可能 好啊 好啊 Yeah OK OK 我打一個... 滿困難的一個東西 OK 好 那我要先解釋 因為乒乓球它彈力是非常強的 對的 所以我要讓它停留鏡子 在這個球拍上面 OK 我先試一次 因為我很久沒有用 好 開始囉 他們都沒有危險吧 好 我可以試試看 對 OK 好 這燈光好亮 對 對 他的腳 哥哥 你的腳... 你的腳壞了事 好... 這次不散...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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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OK 好 加油 停留在拍子上 對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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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沒練過 沒練過 搞不好是很簡單 每個人都會的 那他就等於耍了我們一下 所以你說我可以練一下對不對 上去 然後讓他停留在桌球上面 對不對 顯然是非常困難的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其實呢 談到了蕭敬騰年少的時候呢 比較叛逆啊 其實我知道爸爸其實很傷腦筋 對不對 而且他好像常常要到學校去 因為可能老師就會通知家長啊 跪子弟 在學校又惹事了 對不對 爸爸就要去收拾善後啊 那可是爸爸到學校去 通常他又做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麼嗎 幹嘛好像... 我幹嘛 我知道答案耶 對 我今天摔那裡 摔誰啊 當然是摔我或他 我是不知道他有沒有被摔啦 我是常被摔 因為你... 你爸爸喔 就是說 接到老師的通知以後對不對 就是說蕭敬騰哥 又惹了什麼事情啦 好啦 要到學校去處理嗎 或者要跟老師講一下 或者要跟這個受害者的父母親 也要講一下對不對 然後他到學校去就把你揍一頓 你還記得吧 記得啊 那你好慘耶 我好慘啊 真的啊 好 最後一次打架是什麼時候 最後一次是我高一的時候 還在打真的是 高一的時候 你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 對 好 那我知道其實說 在你這段歲月當中 你跟哥哥當然是打打鬧鬧 可是現在你突然直接成名了 我想問問這個小海 你們兩個只有差一歲 其實是年紀很接近 那你們就是說 當他成名之後 這個弟弟突然變成有了 全國的知名度 你會覺得不適應嗎 不會 不會啊 對啊 你很替他開心嗎 還滿開心的 那你有沒有觀察到蕭敬騰 在成名前跟成名後 他有什麼改變嗎 好像沒有 沒有啊 你不覺得他的話 變得比較多嗎 比較帥 比較帥 謝謝... 這兄弟兩個還滿客氣的 而且其實我知道 蕭敬騰的哥哥小海呢 其實很支持這個弟弟 你要不要講一下嘛 你怎麼支持他嗎 有買他CD 你沒有先送啊 怎麼讓哥哥去買 因為其實我也自己買 對 想要充那個銷售量就對了 沒有啦... 要歌迷買耶 這個力量才大 對不對 對 我有送... 只是他又另外支持 所以很開心 而且你還用那個行動 表現你對弟弟的支持 他不但買了這個 自己弟弟的CD 而且你還跟著去排隊 去給他簽名啊 對啊 他當...看到的時候 好像就滿驚喜的 也滿開心的 對啊 對 你不知道 你沒有跟他講是不是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在家裡給他簽了就算了 他是放冷靜 對... 就辦抽熱鬧的心情 對 這個男生講話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他們因為 你知道他講太甜蜜的話 他們講不出來的 其實他就是用具體的行動 他當然要感受一下 我老弟有多麼紅對不對 這麼多人排隊 有沒有 你在那個隊伍裡面 有沒有在偷偷笑 他是我老弟的怎樣 沒有 沒有 事實上 其實那個小海呢 也是蕭敬騰樂團的一員 對不對 對 所以他是藝術家沒有錯啦 也是玩音樂的 那你是扮演什麼角色 吉他手啊 他講英文 蕭敬騰現在真的 我覺得他英文學得很好 他對英文非常敏感 只要環境周遭 有任何一個人提到一個 不管是單字還是一個句子 只要是英文 他都特別耳朵就會竖起來了 非常好 好 你們知道這個蕭敬騰事實上 打鼓比唱歌還要好聽嗎 下一段節目回來呢 我們要請蕭敬騰第一次 在電視節目當中秀古蹟 馬上回來 蕭敬騰與恩師多年新節 即將現場大和解 我本來是打人 對 因為有一段就是 我跟老師有一點吵架啦 對啦 因為那時候我很脾氣不好 真的喔 對 然後吵架 那你們是為了什麼事情吵 就是... 就是我把他的鼓弄破 那個鼓在... 其實我還沒打以前 他就已經有裂痕 其實有裂痕的時候應該就要換 不是啦 阿力老師你知道嗎 這麼多年以後 蕭敬騰終於把他心中的疑惑講出來了 這段節目呢 讓我們來歡迎這個蕭敬騰打鼓的老師 詹勳麗詹老師 詹勳麗老師可以說是蕭敬騰 能夠成為閃亮大明星最重要的啟蒙恩師 在14歲蕭敬騰對於未來感到彷徨時候 詹老師開設了樂器行 拯救了蕭敬騰 讓他由叛逆的青春年少 化身和哀可親的小老師 蕭敬騰從詹老師身邊開始了音樂旅程 也從此愛上了打擊樂器 習得了一首好鼓祭 而蕭敬騰是個問題學生還是模範生 學骨的歲月裡蕭敬騰與老師 又會發生哪些趣事呢 詹老師很多人都叫你阿里對不對 是 阿里老師 你第一次看到蕭敬騰是他幾歲的時候 14歲 我們很難想像14歲的蕭敬騰 跟現在很像還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比較瘦小 那個時候很瘦小 他為什麼會去找你學打鼓呢 他媽媽帶來的 蕭敬騰不錯嘛 其實是我帶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要去繳錢 媽媽有繳錢 他一定要確定你是去學打鼓了 不是去其他的地方玩了 那也是對 也是應該啦 所以我覺得你很不錯喔 蕭敬騰 你說服了媽媽讓你學打鼓 因為之前你就覺得說 因為你有一次好像在西門町有沒有 你碰到一個很棒的輔導員是不是 對 他跟你講了一句話 改變了你的一生 這句話叫做 他說... 他說喔 你應該把你的力氣 花在... 音樂上面 對 因為那個時候他發現你是因為 你在街頭打架對不對 沒有打架 沒有打架 在街頭可能行走或是... Walking 在街頭Walking你知道嗎 這句英文了解了喔 在走 不斷的走 Walking 在行走 然後就被服導員發現 覺得可能有點詭異 最好把他拉回來正途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與其你把這些精力 不如把他花在音樂上面 所以呢 蕭敬騰就說 好吧 那我應該 他喜歡...那個時候就喜歡打鼓 對 那時候已經在學了 已經在學了 那為什麼會想要找到這個阿里老師呢 其實沒有特別說找老師 就是在家裡附近 最近的一個音樂教師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找老師 然後才認識那個老師 所以我覺得非常幸運 非常幸運 好 阿里老師很嚴格嗎 很嚴格啊 但是其實很輕鬆 輕鬆的氣氛 很輕鬆的氣氛 這個我要請詹詩尼老師 稍微回想一下 當時一個14歲的小男孩 然後他說他要學鼓 媽媽帶來了 你形容一下當時你認識的這個蕭敬騰 他打鼓是很有天分呢 還是屬於需要啟發型的呢 還是屬於用工型的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學生 我認為他學的這個... 這個學生 發生了什麼事 蕭敬騰這算太過分了 對... 你以前回答得慢一點 我們都沒笑你喔 沒有 老師很... 你現在居然敢笑 老師回答慢 我知道他的心情 你知道他的心情是不是 因為我也是一開始也是很緊張 對... 你在老師的身上看到了 剛出道的蕭敬騰嗎 好 輕鬆... 老師這樣輕鬆 暖場可以了嗎 OK...好 當時蕭敬騰有沒有天分 在這個打鼓這件事情上面 剛開始的時候是沒有發覺啦 沒有發覺 剛開始因為我在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都是以娛樂的方式去教學 輕鬆 對... 輕鬆 沒錯 就是說我邊彈 他邊打 你就彈Keyboard啊 對 然後有了音樂以後 他就跟著打 對... 好 不要急 我們還有 我們先聽聽看 當時你是怎麼學的 三天打魚 兩天賽網呢 還是持之以恆呢 很努力 會幾乎每天在打 幾乎每天在打 與其打人不如打鼓 對 這也對喔 我本來是打人 對 後來打鼓 本來是打鼓 打鼓應該比較有節奏感嘛 對 好 那再回到這個阿力老師 所以後來你怎麼樣發覺 他是有天分喔 後來你發現他的天分 從鼓打完了之後呢 他是有離開我一段時間 你幹嘛離開老師啊 離開 你也沒有 應該說 你覺得老師用吃不到嗎 不能用離開 太感性了 其實就是 因為有一段就是 我跟老師有一點吵架啦 對啊 你跟老師吵架 真的喔 對 然後吵架 你才十四五歲 然後跟一個老師吵架 對啊... 那你們是為了什麼事情吵 還記得嗎 就是... 就是我把他的鼓弄破 那難怪要吵啦 你幹嘛把他的鼓弄破呢 可是... 其實也沒什麼好解釋 但是... 我還是要解釋一下 因為那個鼓... 那個鼓在... 其實我還沒打以前 他就已經有裂痕 是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當時是覺得他... 老師誤會我 誤會是你把他打破的 對 但是他已經有裂痕 其實... 其實有裂痕的時候 應該就要換 不是啦 阿里老師 你知道嗎 這麼多年以後 蕭敬騰終於把他心中的 疑惑講出來了 他覺得你早該換鼓 就沒這回事了 對不對 不是啦 那是開玩笑 對... 下集的節目中 蕭敬騰令人嘆為觀止的 精彩古蹟 將在節目上首度曝光 從來 為何看待開玩笑 在啟大聲 重點 什麼 從來 從來 中嘆 細小乎 釋 從來 最高 自然 代表 一個 從來 最高 的 自然 而神話一哥蕭敬騰 變得幽默又活潑 究竟為什麼呢 少女心目中 白馬王子蕭敬騰 在朋友們的眼中 又是個什麼樣的怪咖呢 小王子蕭敬騰的樂團 也將首度現身 迎光幕前 為大家帶來 最精彩的樂團表演 讓你一窺 搖滾主唱的蕭敬騰 現場演唱多瘋狂 而多才多藝的蕭敬騰 竟然也能玩得一首好魔術 千萬不能錯過的 害羞王子蕭敬騰 全都在下集的 沈春華Live Show